Hi 大家好 我是艾莉莎莎 現在呢 我人在曼谷 我在泰國已經待了一個月了 為什麼會在泰國待那麼久呢 其實我這一趟來泰國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任務 我是蠻希望可以在曼谷買到一間房子的 因為在台灣我已經有一間還蠻不錯的房子了 所以就會開始想說 既然賺了一些錢 是不是全部都放在台灣的話有一點太冒險了 我想要找一個相對安全的地方 買我人生中的第二個家 哪一天如果台灣真的發生什麼事情 譬如說台幣貶值了 或是台灣的YouTube不能用了 至少我有另外一個地方可以讓我重新開始我的事業 然後也還有另外一個地方可以安身立命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我這一趟要來泰國這麼久最大的原因 因為我想要確定泰國這個地方是我真的喜歡 鄧片開始之前先前情提要一下 泰國政府有針對房子外國人影響泰國房市的政策 規定每個建案的持有率分配呢 是泰國人51% 外國人49% 也就是說一棟建案假如有100戶的話 只有49戶的配額是給外國人買的 目的就是要維持泰國人的購物權益 同時讓外國人無法炒作太極配額的房價 因此常常移動房子裡面外國人配額的房價 跟太極配額的房價也會不一樣喔 再來外國人在泰國買房是能夠永久持有公寓及大樓的 但是不能購買土地及別墅 因此你買大樓的話是可以永久去住及買賣的 好 現在呢我們來到了第一棟 我們今天總共要看四個建案 第一棟呢它叫做這個Blue 它的位置超級超級好 位於泰國的有一個BTS捷運站叫做Onu站 它也是在綠色線的蠻中心的位置 泰國的綠色線它比較像是台灣的板南線 像是那個Tompong站 年輕人住在去的銅鑼站 Asock站 都是在綠色線上 Hello 我聽說泰國的建案 是不是停車位都不用另外買 對 這個都是免費的 就是捏住或者是租客都可以自由地去使用 我們現在上來了 然後他們是可以看那個樣品屋的 好 我們現在呢要看的是27.5平方米的 相較於台灣的台坪的話大概是 三碼對不對 九坪 來來來 進來 我覺得他們平校用得很好耶 他們有客廳以外 然後他還可以割出一間臥室 而且你看他的臥室其實大小的話 我覺得也蠻適中的 他左右兩邊還可以放床頭櫃 這個開發商他還附家具是不是 附家具 連窗簾都附 就是我在這邊做了這麼久的建案 從來沒有見過有哪個建商 能夠大幫到把這個窗簾都給附送 所以連沙發 然後窗簾 都是專門做的定制的家具 喔 進門它就是一個全身鏡 啊那我們中文就不喜歡那個 鏡子是直接面向床啊或怎樣 所以你把門關上了 你就可以出門自己照鏡子 然後你的收納也很強 它這裡是鞋櫃 我可以問這樣子 一間的話大概是多少錢嗎 現在咖啡餐價格是300多萬出頭 那麼根據你的這個坪數不一樣 就有差 那如果想要買一間像這樣一模一樣的 可以一樣定制嗎 這個的話我們公司可以去做這方面的服務 因為我們的公司是從初期的一個銷售 然後到驗房到軟妝以及出租 我們是一條門服務的 嗯 你看這邊還有另外一個房間 廚房跟洗衣二合一的用途 而且你們看他們連這麼便宜的房型 才300萬 就有兩間是有採光的 然後這邊有廁所跟衛浴 欸那我想問一下那廁所鏡子跟這個台子 也是有附的 這個太誇張了吧 然後現在呢我們要來再看一棟稍微小一點的 24.5的 這個沙發的話它就是沒有後面的那個八台 然後廚房它還是可以放大冰箱欸 而且它這個櫃子它也幫你剛好放一個微波爐 它的位置是有附的 但是這個是屬於需要額外購買的電器 那麼包括像洗衣機也是一樣 那麼位置它都會給預留到 然後這個24.5平方呢 它的薪資是在這個廚房 它把空間做得特別大 所以像這個餐桌就是可以在廚房板 然後像這個門衣冠像對吧 就隔絕了油煙和其他的味道 這個門也是有韓國裡面的 對 像洗手間它也是精裝修 裡面還做一格放那些衛浴用品在這裡的 好那我們現在不要看樣品屋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它真的要交屋的話 那個空屋是長怎樣的 它真的欸 沙發是直接附給你的 然後茶器也是附給你的 對 然後這個鎖也是也是附的 哇 然後冷氣也是附的嗎 對冷氣是附的都有兩台 然後臥室的話它這個床架也是定製的嘛 床架的話它裡面都有收納的空間 哇塞 然後衣櫃也是系統的櫥櫃 對啊 空間是真的完全做到百分之百沒有浪費的使用 你看裡面還有那個鞋子收納區 然後出門可以成立衣容 我們現在呢要來看他們的公共區域 我剛剛就超級驚訝問他們說 為什麼會有泳池 那你就說其實在泰國泳池基本上就是 所有這種集合型住宅 譬如說大樓啊什麼之類的標配 他們的公設有三層樓都是健身房的空間 它是分裂的有氧 無氧 然後樓上就是瑜伽 喔有這樣子的區分 這邊是無氧的器械 然後樓下的跑步機啊 它都是屬於有氧 這個瑜伽像是非常高檔欸 重點是開發商有錢 我的大象啤酒集團的公司的老闆 他旗下的建商 就是這個房子它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它的地點 除了進捷運站以外 走路大概三分鐘內 就有一個非常非常有名的國際學校 叫做Wealth 它現在是大概300萬上下 它不能貸款 外國人是沒有辦法在這邊貸款的 即便是有貸款的話 前提是需要在泰國這邊有工作 目前呢看完第一棟 原本想要打個分數 就是比較我今天看的沒一棟 結果第一棟怎麼辦 我就覺得將近100分了 如果真的要講缺點的話 我可以講齁 可以可以 硬要雞蛋以挑骨頭的話 我覺得是View啦 因為這一棟它看出去的景 不是那種百萬好景 其他缺點我真的找不到 空間利用的太好了 然後它的公設非常的齊全 而且規劃的也很好 然後總價300萬 超級便宜 我現在最想買 真的 好 下一間 好 現在我們來看第二棟 第二棟就是豪宅了 而且第二棟它的那個位置 更是中心裡面 就是在那個仙羅站的旁邊 就很像台灣的台北車站的那種地方 然後這一棟建築的外觀 是長這樣子 很高的一棟 滿氣派的大樓 公設也太氣派了吧 這個很浮誇耶 他們的健身房好大喔 這邊還有一個瑜伽室 然後在泰國你們看到他們的公設那麼漂亮 可是他們的房子都是10坪 就是你看到它幾坪就是幾坪 不像我們台灣的話 公設比33% 這些公設全部都是免費的 25米還是50米啊 50米 50米 這間我們看的樣品屋大小是35坪米 也就是大概11坪左右 它是1加1的房型 就是一個臥室跟一個客廳 也有廚房跟陽台 目前看這兩間我自己真的要買的話 我會比較refer第一間 雖然泰國的房子沒有公設比 但是它一定會附加在房價上面嘛 那像這邊室內大概10坪左右的房 價錢大概是七八百萬台幣左右 所以就比我們剛剛看的第一個房貴兩倍左右 雖然這邊的地點可能稍微好一點 公設厲害很多 但它就是貴了兩倍啊 然後現在呢 我們要看的第三棟 這一棟我也非常非常期待 對 因為這一棟它是一個預售屋 然後像剛剛第一個那個歐奴站的 我雖然很喜歡 可是因為它是現成屋 代表我要繳全額 也就是大約300萬台幣 要我現在拿出來我覺得有一點困難 但是這一棟它是預售屋 所以預售屋只要付十幾%到二十幾%左右的頭期款就好 2026年它蓋完的時候 你才要付全額 它未來呢會長成這樣子 BTS捷運站非常非常近 好像只有150米 這個建案呢它的地點就在 邦PRA站 剛剛看的歐奴站它是那個綠色線嘛 可是其實曼谷還有另外一個環狀線 它把整個城市都串在一起 所以它這個藍色線總共會跟七個地鐵交會 六站之內就會到恰圖恰 四站就會到有一個泰國最大的火車站 叫做邦寺 像是機場快線啊 中泰高鐵 就可以去到國內的昆明 喔 可是它價錢聽說又很便宜 那為什麼這棟價錢會比較便宜呢 因為其實這個捷運站 它是最近一兩年才剛建好的 所以這整個區域等於還沒有完全發展起來 然後它離那個國會大廈又只要一站捷運的距離 而且這棟樓還是合景房 現在看的這個房子呢 它的開發商叫做PUSSA 也是泰國 算是前三的地產開發商 這邊從一樓到五樓的話 它就是一個PARKING 五樓這邊就有它的小花園 所以合景都是這一面的 對合景都是這一面 它的中庭未來就長這個樣子 對對對 然後這個是頂樓 好漂亮喔 這很像宏大的L7飯店 還有包括合景建設法 還有50公尺長的游泳池 也是純合景 所以說它前面這地方 你覺得是永久洞矩嗎 泰國的政策是在它的方圓六米之內 它是不允許去幹 即便是在六米之外 政府給到的動工許可 它是不會高於我們這邊的 嗯 這邊的話就是這個金頂 泰國的國會 國會 全國的政策 君出於此 呵呵呵 你看18樓它就已經很高了 嗯 26樓的辦公室 哇 嗯 我們先來看這個26.5平米的 大概就是9坪左右 這一間它是最低價 大概一兩百萬左右 這一家他們的空間好像也設計得不錯齁 9坪就有一個地方可以放餐桌欸 它的臥室我覺得也還蠻大的 你看還可以做一個開放式的衣櫃 跟一個蠻寬的窗頭櫃 這一棟它也是有附家具的嗎 還是它就沒有附了 現在的話我們還需要跟開發商協商 因為開發商在12月底之前是有送家具 但是現在的話開發商它會願意在什麼時間去送 那這個是要根據開發商的一個情況來的 那如果是硬裝潢它有附嗎 像空調這些它都有 空調的話它雖然在其他地方是稱之為電器 但是在泰國它是屬於交付的一個標準 像這個廚房它也是它的一個交付標準 那個上下櫃都是有的 哦 然後包括洗手間你現在看到是什麼樣子 它交付的時候又是什麼樣子 嗯 你看連這麼便宜的房子它都有坐陽台 好我們現在呢要看的是它比較大一點點的房型 是34.5的大概等於台灣就是11瓶 那就跟我一開始萬華內洞的大小是一模一樣的 因為我萬華內洞也是室內11瓶 怎麼辦我覺得它比我萬華內洞厲害很多欸 它隔了四間客廳就是其中的一間 蠻大的 你看它這個地方放了一個茶几 完全還可以再放第二個茶几 你就知道它有多大 然後一進來就有一個廚房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很好 因為它沒有讓你開門建造 而且它這個廚房還設計一個地方可以讓你放冰箱 你們還記不記得我住萬華的時候 我的冰箱就是一個超級小冰箱 然後放在這個地方 可是這個明明跟我平數是一模一樣大的 但它可以放一個大冰箱 好棒哦 然後上面有這個架子的話就可以把微波爐什麼的 放在這個裡面 我喜歡這一間欸 再來我們還可以看到 它還做了一個多功能書房 也可以做兒童房 看你的需求啦 因為像我的話沒有小孩嘛 所以這一間到時候一定是我的工作室 外面還有一個陽台欸 然後如果我們是挑合景的房型的話 那這個地方看到就是一個無敵合景 它的臥室也不小欸 左右兩邊都是可以放床頭櫃的 而且這個地方它還有一整個空間 做一個蠻大的化妝桌 還給你一個大空間可以做衣櫃 浴室就是跟剛剛小的房型的蠻像的 這個格局會住起來舒服蠻多的 如果預算多一點的話這個房型比較好 完了超想買 這邊的價錢大概是 如果是比較低樓層的話 剛剛聽說是一平方米八萬 也就是一坪大概二十四萬台幣左右 可是他們都是公設是免費的 所以跟台灣不太一樣 然後我覺得它跟我萬華那個家 還有一個差別 通常啦大部分 可能你買那種套房或是十坪十一坪的房子 就會是長型的 會有一個問題就是你只會有一面 它是可以面對窗的 裡面就會是光線比較不充足的 但是目前呢 我們在泰國看 翻個建案 都是兩面窗戶的 相較起來 它的光線就會充足很多 我覺得真的很喜歡 喜歡的那個 它現在的價格是 四百二十七萬台幢 喔 然後它的頭期款是要付25% 所以就是我要先付100萬 可是其實這一棟我覺得還是有一個小小的隱憂 我覺得一定要跟大家講 這一戶它的戶數一千五百戶 我聽說啦 泰國的電梯的比例是比較低的 大家可能是要預期的 其他方面我都覺得完美 好我們現在要看今天的最後一間 我個人最期待 因為我很在意location 然後這一間location最好最好 它位於ICON線的正對面 之前應該有聽過泰國的注意會的案子 是文化工法的酒店的歷史 這個正在文化工法的酒店的歷史 跟Helton Millenial的酒店的民眾間 斜對面就是ICON線 這類有一個BTS的環境線的 比例讓大家走路120秒後 超級 泰國觀光局每一年要放煙火 就是這個觀光局定點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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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嘞 好嘞 這個案子呢 這是AP 泰國第一大間商 跟商品工廠一起工作 今年最成功 他可以把沙鐵賣完這個視頻 找到 這個是健身房 他的居民就看起來那麼舒服 現在的樓房 可以買是11樓 還有一些 那這個面相是不是比較不好 這個面相 10樓有面北 也有面青 我們來看一下1加1房的概念 泰國真的很喜歡設計這樣 就是他們客廳都窄窄的 然後過來就是餐廳 他有一個很大的臥室 床旁邊有陽台 然後這邊有廁所 其實前面看的三間比較算是投資房 所以這一間我覺得他大小 剛剛好 重點是這一棟他是預售屋 他2026年才會蓋好 所以你只要付七八十萬台幣 當頭七塊 因為我剛剛有興趣 所以他先把這個報價單印出來了 這一棟的價錢是760萬台幣 然後你只要先付12%的偷七塊 而且泰國的房子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你買的話 他們都說裝潢費非常便宜 像我們要這樣裝潢1加1的房子 也就是兩房的話 大概只要四五十萬台幣 三四十萬台幣就可以解決了 在台灣如果是兩房的話 應該要一百萬以上 反正現在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我原本看上那一戶是面膝 我越想越覺得我不要面膝 我們這一次去普吉島住一個面膝的 然後到下午的時候就是很熱 我想到那個熱 我想說我不要面膝 然後我就跟他講我就是要買北 剛剛那個代銷他們跑來跟我們講說 21樓面北的就只有這兩戶 這兩戶一定要一起買 然後我就說好那我就是要這一戶 我就是要這一戶 可不可以拆賣 然後這個XX就去幫我一直跟他們談說 可不可以拆賣 不要兩戶一起買 結果XX他說 好那不然這樣 他跟我一起買 我們兩個人一人買一戶 我們兩個人一人買一戶 店鄰居 到時候我們看到的view就會是這樣 你看這邊可以看得到那個魅男盒 Icon CN就在這裡 半島就在這裡 幫你們記錄一下刷卡的時刻好不好 好 第一間海外的房子 其實一開始我真的是五五戶在遊路要不要買 因為他剩下給我們的房型都比較爛 都是什麼11樓還面西之類的 結果後來呢等一等他說好那有22樓 有一間也是面西的 然後覺得22樓比較好了 但是還是面西有點掙扎這樣 所以我們又在這裡坐了一下 他說有兩間21樓面北 突然蹦出來給你們 然後21樓面北應該就算是這整棟最好的 最好的是幫我買的 耶 好現在呢我買完曼谷的房子 然後我回台灣了 其實我原本要買兩間的 就是我原本Spark那間我要買 可是後來我發現我的資金不足 所以我後來只買了一間 就是那個Recent 就是在Icon CN旁邊的那間 因為我就是在IG上面就有發了一篇貼文說 我在賣股買房子了 然後我很開心這樣子 結果後來就是被很多 自稱是房地產專家的人 說什麼我是在炒房 然後說什麼賣股的房子只有地上全 我在學白講之類的 但是他們罵我的東西 其實跟我一開始做很多的功課的內容 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我回台灣之後 就立刻找了一個 比我懂房地產很多很多的人 一起來跟大家講解一下 現在賣股的房地產到底是怎樣的情況 來 TED 耶 我是差不多今年在泰國 做了一系列的房地產節目 我們有做了非常多的研究 所以我覺得今天有哪些問題 我們一起來分享 好 第一個很多人抨擊我的點呢 就是說什麼 泰國你買到的其實只有地上全 外國人是根本不能買土地的 以泰國來講泰國有一個區域 就是他們皇家的那個區域 南南那邊就是市面房那邊 那邊有一大塊的區域 大部分的土地呢 都是只有地上全 就是你就算買大樓 它確實也只有地上全 可是他們在買賣的時候 其實會蠻清楚的說明 那有30年的30加30的 根據你剩下的地上全的年限 價值會遞減 但是他們絕大多數的集合是住在大樓 你是有獨立產權的 你一樣會有土地的持分 你也有建物的所有權 但是沒有錯他們確實有分 就是土地跟別墅 他們不給外國人買 所以就是一般買集合是住在大樓 那這個是永久的那個獨立產權的 所以其實就跟我們 像現在我買這個房子一模一樣 它就是完全是屬於我自己的 而且哪一天如果政府真的要把它拆掉 以後什麼100年之後要都更 你還是會有那個土地持分的 你就是有那個權利 所以其實基本上你只要不是買 表明地上全的房子的話 你就是跟在台灣買房子一模一樣的 好講完了 耶 然後他們還說 都是因為你們這些外國人買 才會影響到泰國的房價 害泰國人住不起房子 我們先講就是 你買房子會不會影響到泰國的房價 第一個基本上不太可能 因為其實莎莎去買是外國人 他們有規定就是每一個建案 外國人可以買的比例不能超過49% 但是不是說有49%一定要留給外國人買 他可以99%都是泰國人買 剩下一%是外國人買 只是說外國人最高最高可以買到49% 對 所以我們並不可能真正的 害泰國人沒有房子買 因為他們永遠最爛最爛 他們至少也有51%可以買 再來是其實你去那邊你會發現 歐美人很多 對 泰國你以為都是泰國人嗎 沒有 因為你一去泰國你就會發現 欸 外國人看起來比泰國人還多 還多 這部分我再跟大家分享一個就是說 泰國是需要發展經濟的 所以他們需要 像曼谷要讓自己的城市非常國際化 他們很願意接受外來的人 就是第一他們就有一個政策 是專門來保護本國人 而且通常就是他們外國人的房價 會跟本地人的房價可能會有差別 有可能同一個案子 我們外國人買的比本國人貴 對 我要講就是這個 好 那最後一個呢就是有人說什麼 你去曼谷買房子就等著被割韭菜說什麼 之後就很難賣掉什麼之類的 那我問的大部分的房仲啊 或是泰國人他們都是跟我講說 曼谷每個房子都蓋得很多 就一次一兩千戶的那種也都有 所以他們其實房子可能會比買的人多 如果你真的要房子這種情況的話 我聽到的答案是說 你一定要挑稀缺性購的房子 比如它地位就是超屌 或它的建商就是超屌 或它就是面合景 它不可能會租不掉賣不掉 跟台灣人在買房子一直差不到哪去 就像我現在買這一棟 我真的死都不怕賣不掉 我這個一試出絕對大家都要買 超大 那當然價格不一定 你有可能想賣貴一點嘛 對 可是你就賣久一點了 那我問你一個問題 我買的那一棟怎麼樣 長期一定是看好 因為RLC那邊 那邊九星這麼漂亮 那麼繁榮 你要看所有國際一線的大牌 而且我買在高樓層 五星全球店 對 全部都在那邊 那邊能蓋高樓的房子 的土地就沒幾塊 那邊都滿啦 坦白說我的看法就是 你要去買被套勞機率也是有 但是如果你真的有認真選 或是你了解那邊的交通國情 就是你夠會看的話 應該是不會賣不掉或是 老實講如果我們希望說 擺個三年五年賣掉賺差價的話 我覺得曼谷是不可能像台灣這麼厲害 因為曼谷房價的漲幅 不是像台灣有時候那麼猛烈的 對 有時候非常瘋狂 我們覺得大部分啊 曼谷投資是以那個出租 那的租金報酬率其實我覺得真的不錯 5%對不對 大部分會跟你講說4%到6% 可是你有可能會需要找一些 物業管理公司 帶租帶管的公司 最後算下來可能4%到5%不等 我覺得這是比較合理的範圍 所以我們在那邊買房子 真正要的是租金的報酬率 而不是它短暫的暴漲 因為不是超短限 對 整個泰國不好說 但以曼谷來講 它一定是還是會緩緩上漲的 因為曼谷很多大型企業都進駐 然後今年跟去年台灣 有非常多的餐飲集團都進駐曼谷 潛力很大 然後我也想回一個很白癡的問題 就大家說什麼 你不是說你過去要避險 要自租那你幹嘛管投資報酬率 我想說當然要管啊 就算是買這棟房子 你也要管說它這個地方 未來會不會跌會不會漲 因為你人生又不只要買一棟房子 這個概念就是我買東西 我需要上保值 就像你買香袋的包 你也不能買要賠錢的房子 是啊 像這種議題會變成 就你有沒有門票討論這個議題 好 我買這個房子 我其實覺得曼谷這個房子 對我來講可能是30%支出需求 就是如果真的發生什麼情況 我必須要移到那的時候 它對我來講是支出需求 但是其餘的情況 我都是希望它可以放在那穩定出租的 為什麼我會自己會想要在泰國買一棟房子 因為泰國房子真的覺得太漂亮 那我在台灣也不可能再買第二棟 那邊的投包率有5% 而我這一棟的話 出租出去大概只會有一兩% 所以我當然是選第二棟房子在曼谷買囉 所以如果大家對泰國的房地產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聯絡就是我跟他買的那個重點 也可以聯絡TED 我們頻道有拍了一系列代狀節目 大概開箱了十來個泰國的檢案 有啦 就是以我的認知來講 莎莎算已經做很多功課了 像我們今天討論議題 我覺得莎莎問的都算相對有深度了 謝謝 謝謝 她算聰明的消費者 而且我覺得我看房子的禮貌 好 大家再見 掰掰 掰掰